怎么会有这样的医师跟这样的病人呢 你看这位学生 他说呢他想要请假 请假有什么理由 病假嘛 居然找医师来一起捏造 医师还真的答应来看呢 这学生说他是要请假诱的 结果医生居然问说 总是要有个毛病啊 你是感冒啊 还是头痛等等 所以你现在就是头痛好了 马上现场的帮他直接定症状 而且就说我开个药给你哦 学校对诊所的收据一般都OK 不过提醒您注意了 这样的做法可是涉嫌诈领健保费 另外还来聚焦的是 其实呢一网打尽真的很多人 真的造假到底非常的恶职 包括说他们对方当初还说呢 可以不用拿药刷健保卡 因为呢学生问说 他是请假用的一定要拿药吗 他们回忆说不用拿 给你一个药袋 直接呢准备 因为学校检查就可以呢来过关 不过如果被发现有这样的状况 可是可以处罚停业三个月 现在问你的问题 是 你要据词的 是 如果你回答不识 是 你用错 卫生局机查人员来到诊所 严厉问话 医生回答得很惊慌 原来这间诊所遭到民众投诉 是学生的请假便利店 我是听同学讲的 就你们刚才讲说 就要请假就找他 拿学生证就可以 就可以看 拿学生证 就是免购号费 对 桃园中立学生口耳相传 要假看病 真请假找李医师就对了 学生开口请病假 大家要出示学生证 不仅免挂号费 感冒头头拉肚子病情 自己挑 看病不超过40秒 阿萨里为你开病假证明 李医师试着还原现场不过犹豫的表情更让人质疑 更离谱的是 药局还配合演出 不拿药OK 只要刷健保卡 还反送你空药袋 方便你请假 会不会没有给药的话就读卡 一定会给药 卫生署表示 医师看诊一人就可以请领健保费300元 药局药费30元 不索取挂号费 难道想诈领健保费吗 卫生署早上门只要一切属实 诊所药房都将勒令停业 同时强调 唠得侥幸的学生 不当行为也可能触犯刑法 要是遭牢狱之灾 可得不偿失 记者黄楚华布斯 桃园 采访报道